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什麼?當秘書? 大家好歡迎收看GayPayTV 我是清水 今天清水接到一個任務 就是要來當乾杯集團董事長 壽喜長一天的秘書 那不知道你會不會跟清水一樣 就是好奇 壽喜長他一天的生活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自己猜測啊 也許很輕鬆 但我也有一個壞的打算 就是搞不好他真的很忙碌 不知道清水今天可不可以 成功升任他稱職的秘書 跟著我們一起去小小吧 Let's go 好 老闆你好 我是你今天的一日秘書 清水 那我等一下就要先去幫你買一杯咖啡 好 一樣今天是熱美式嗎 好的 謝謝壽喜長 那我們現在出發去幫老闆買咖啡 呵 那聽說他都只喝熱美式 那像我就是很喜歡喝冰美式 也許大老闆都是喝熱美式的吧 其實有點緊張 就是當年收一破一的董事長的一日秘書 這件事情 就是買咖啡其實我都很緊張 剛剛跟他講話也有點緊張 就是 有種 好像見到大明星的感覺 就 好緊張 然後也不知道他會不會 一不小心就把我吵 哈哈哈哈 搜集長我幫你買咖啡回來了 謝謝 好謝謝 想問搜集長 我們就是平常都是喝熱咖啡 熱美式 對那個 我真的喔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喝熱的不喝冰的 對就是 就是 我不管多熱 室外面多熱 還是喜歡喝那個 熱美式 熱美式 對比較不太喝冰美式的 對 然後我 我可能比較不喜歡就是 咖啡加一些牛仔 對然後它 對就是黑的 我早上進公司 然後到就是 五六點都在辦公司 至少起碼最少三杯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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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一下開放業配 好 那這我 嗯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乾杯的 對 就是我們乾杯辦公室好不好 好啊 沒問題 我們辦公室差不多有一百多個了 好 那就是我們從這邊 這邊是 我們的品牌管理部 品牌管理部是 每一個 乾杯的 老乾杯的嗎 對就是 像我們 老乾杯 老乾杯 就是每個都有品牌經營 它的目的是 就是要維護 就是怎麼這樣 它維持 就是維持品牌的價值 可以這麼說 好 現在看到都沒有人 他們都出去了 他們都出去了 都出去了 好 再來 這一次 這個 這邊是我們的 中國 中國區 中國區 對 Bruce Bruce 進公司多久 23年 23年 對 他三歲開始進入公司 對 謝謝 我們叫做電部企劃 對 就是設計店面 或者是維修 維修等等 對 然後就是剛好這邊 維修部的兩位在這邊 他媽講你 進公司多久 幾年 9年對不對 對 從12歲開始 再乾杯這樣子 好 OK 謝謝 音樂商不是賣什麼呢 那就是 像類似這個 就可以帶走的商品 對 這個叫做毛海干杯 毛海干杯 這個紅賣得非常好 現在大家都一次都出去了 今天可能比較忙 好 OK 這一區 這次比較雜 嗨 嗨 嗨 他是 他是 從日本 從富山縣 滿洲縣 他以前就是釀酒 現在是負責日本的清酒 我們乾杯的清酒的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好像身為老闆的秘書 都要了解很多 官司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對 對 我們剛剛會議提檢結束 對 然後呢就是我們 我在外面以後 就是 中午的 就是 午休時間 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好 那我們去吧 好啊 老闆平常都是開車自己上下吧 對 那有應酬的話 應酬的話就是 車子放在 放在辦公室 隔天搭車上 對 對 或者是 就是先 就是先回家 停好車 然後再住 這樣子 那這台車是什麼時候嗎 好 OK 今年的二月 喔 對 二月七號 我記得是二月七號 就是我是二月八號生日 嗯 因為我這一台車是 Range Rover的第三代 嗯 現在最新的話 就是已經是第五代了 嗯 對 然後呢我很喜歡就是這款 就是第三代 然後呢就是找 一直找 找 將近十年 嗯 然後呢就找到這一台 2011年的 然後呢就是跑 當時跑三萬多公里而已 十三年前的車 跑三萬公里 一手車 哇 這是真的是有沒有 有看到他的 他就是 真的蠻少見的 我看到 我看到 當天聯絡 第二天就買了 對 然後也算是我的夢 夢想 就是 實現我的夢想 對 對 MING 推 再來 2 3 4 5 6 6 還有4下 還有4下 好 7 喔厲害厲害 8 手在抖 9 還有4 10 OK 然後呢 這樣還把我這樣 1 2 3 5 喔 我這個方式還蠻 蠻好的 對嗎 就這樣子起來 那就休息一下 哈哈哈 魔鬼現在開始 現在算了 好 嗯 社長每天 都有健身嗎 欸 一個禮拜 6天 6天 喔 喔 哇 好辛苦 哈哈哈 很好玩喔 10秒我就 10下午就 很好 這兩次是中午嘛 中午就是 因為你就是 就是家裡來禮拜五天 嗯 所以回來 然後就是 從健身 嗯 然後健身之後 在家裡吃飯 吃好飯就回辦公室 這樣子 沒方便 那社長又吃什麼 吃什麼是吃 就是每天錄影 就是雞片湯 肉 還有飯 對就是很單純 對 那些什麼菜 但是 要有 因為有健身 對 最好 最好是 不要太 不要太油 好 哦 這一次 晚上有說 陰臣 對對對 這樣就直接看你 OK 大概一分鐘了 我以為聊天 就忘記一分鐘了 哈哈哈 果然 都還是會被記得 好 來 拍你的包子 來 好 來 拍你的包子 老闆的咖啡 買好了 那我們趕快送回去給他 趁他來是燙的 趕快送回去給他 收集商 幫你買咖啡 回來 放這裡 麻煩下一頁謝謝 好成功 那老闆剛剛去剪頭髮 因為等一下會有貴賓過來 我們辦公室這邊 老闆要跟他們見面 那 身為他的小秘書呢 就是我們剛剛泡的一壺茶 就是等一下要給貴賓買回來 然後 就是還是要試喝一下 到底 是不是可以拿給他們的狀況 剛剛泡的 然後有放到冰箱裡 冷一下 沒有很冰淡 我泡的還不錯 那這邊是 就是等一下貴賓會來的會議室 然後售集商等一下會在這邊做公司檢介 會議 你看那個 父母都準備好了 你好像 謝謝 你好像 你好像 說真的 썹 謝謝 那我們現在人在看拍拍十一天母店 那今天瘦雲場其實又晚上有個重要的餐具 那他有特別準備一個傳說中的 也就是由他來親自服務他的重要的貴賓 那因為很重要 所以大家其實都小緊張 就 double check 或是準備的東西都非常的 應該這麼說就是很 風景神經 想讓任何一個小細節有出任何的差錯 那今天身為小秘書的我 就是來一起幫忙他們看看能做什麼 所以我們已經到了 然後賓客都入座了 那這個就是晚餐的餐序正式開始 all we are is delicate people handle me with compassion and care yes we are delicate people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瘦雄場的行程的最後一站 就是他要在和牛市區 對 乾杯的和牛市區 然後招待另外一些貴賓 對 就是今天剛好就是我們配合 就是北海道的和牛牧場的老闆 然後親自他的就是來台灣看我們 對 所以那當然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們 對 所以就除了這四點嘛 然後呢就是可能從我們的和牛市區開始 然後乾杯 黑馬屋都看 就是因為我們有使用他們的和牛 對 就是他的時候 對 帶他們去看一下這樣子 對 老闆你一整天的行程真的是很繁忙 沒有 還好 今天如何就是當一個一間秘書 嗯 我覺得你的秘書 真的不是普通可以勝任的 像我就好辛苦 所以老闆就是社會長一整天 就是每一天都是這個樣子 嗯 差不多 嗯 哇 果然 就是有一句話說就是 老闆不是誰都可以當 還不敢了 還好 還好 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好 那真的是今天辛苦了 謝謝壽司長 然後你也辛苦了 今晚還是要早點回家 OK 不要讓自己累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壽司長 OK 好 拜拜 那今天清水的一日秘書行程 就在這邊成功了 那現在晚上已經11點了 就是 哇 就是要一天結束了 然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像剛剛說的 我覺得老闆真的不是普通人能當的 而且 每一個老闆真的都需要一個秘書 因為 你看他們每一天的行程都這麼多 然後 又這麼的緊湊 他可能真的需要有一個人 好好的幫他們統整他們的時間 最後其實清水還是想跟社會想說的就是 您辛苦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